永康区大团的市议员候选人郭国文11日上午召开记者会表示买票已经开始 郭国文也以他多年来的辅选经验提出五大警察妙计给检警在茶会时当作参考 郭国文表示在永康的大楼因属封闭的空间很容易关起门来选票 应作为茶会的重点区域 郭国文强调买票会造成选情重大翻盘造成不公平的选举结果 而买票手法日新月异 茶会的方式也应该借助高科技的监视器等 才能够维护公平公正的选举结果 记者吴淑琳台南采访报导 字幕奏